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宣布美国将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其中包括在波兰新建一处永久性陆军司令部 澳大利亚摩尔本面临租房危机 房源少 租金大涨 连胶囊仓的月租金都飙升至人民币4000元以上 我们看到俄乌战事还在持续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图库曼斯坦期间就表示说 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不会发生改变 而战术或许会有所调整 乌方称将收复失地 俄军说乌军损失惨重 6月30号 俄乌战事进入第127天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29号表示 乌克兰将采取军事手段收回土地 因此需要足够的重型武器 乌通社29号说 在过去24小时 苏梅 哈尔科夫 尼古拉耶夫等地 遭到俄军大规模炮击和导弹袭击 与此同时 俄军继续向乌尔切亚罗夫卡 上卡棉卡方向发动进攻 试图包围利西昌斯克市 英国天空新门台30号称 俄军的包围圈已经快完成了 29号 他们对利西昌斯克炼油厂 进行了最新一轮的猛烈攻击 天空台记者与乌武装部队 第24旅的士兵们一起 向另一个战斗阵地转移 俄军就在500米外发动攻击 乌军的一位营长强调 他们并不是抛弃了利西昌斯克 只是想转移到一个更好的阵地 重新集结 目前乌克兰人正在失去一些领土 但是并不太多 激烈的战斗在北顿涅斯克 以及与其隔阂相望的利西昌斯克展开 他们的确正在一公里一公里地失去领土 乌军知道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段非常危险的时期 因为大量武器弹药还没有抵达 大约要六周或者两个月以后才能抵达 因此他们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危险的时期 卢干斯克武装当天表示 有约500名乌克兰军人和74名外国雇佣兵 从利西昌斯克逃离 他们的挑战 卢干斯克武装6月30号称 利西昌斯克炼油厂已被完全控制 所有通往利西昌斯克的交通干线 也被俄军控制 连接利西昌斯克和巴赫木特的公路 被完全切断 28号晚 俄空降部队为靠近利西昌斯克 旅屋特种作战部队进行了战斗 视频显示的是战后的情况 这些转弁的转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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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据的一列列转弁 拆留了另一列列转弁 转弁的转弁 放下来 ת骑玩 转弁 被损地转弁 能握们的转弁 还能有数据 第四列转弁 而是什么 利西昌斯克室内的乌军 没有停止炮击 就在俄媒记者正检查 另一辆废弃的乌特种 作战部队的面包车时 炮弹再次飞来 在这条阵线上 俄军和卢干斯克武装 正在集结力量 对利西昌斯克中心方向 进行主要突破 双方在乌克兰 其他地区都在做什么 这就是俄军电子战系统 克拉苏哈斯 这是该电子战系统的其中一处装置 他隐蔽在森林中 正在进行工作 核国防部6月29号 还发布了在哈尔科夫州和西部军区 摩托法步兵部队 进攻乌克兰阵地的视频 俄军在攻下一处火力点后 使用坦克 步兵战车 火炮 迫击炮和轻武器 向乌军部队阵地开火进行压制 与此同时 坦克和步战车开出掩体 向乌军的装甲车射击 在战斗中发现了乌军炮兵阵地 俄军使用迫击炮和火炮进行了还击 值得注意的是 顿涅茨克的工厂重新开始运转 装配小组和建筑工人来自俄罗斯不同地区 也有当地居民 这是横跨卡利米乌斯河的桥梁通道之一 乌军撤退时将该桥梁炸毁 建筑工人已经清扫了障碍 很快就要开始修复这条顿涅茨克的主要通道 修复后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公路 将成为一级公路 据乌克兰真理报6月28号报道 乌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透露 自4月以来 已有数千名乌军在其他国家接受培训 以便使用和操作西方国家提供的战斗机 及其他高科技武器 报道称 这些国家包括英国 意大利 立陶宛 波兰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法国和德国等 乌军士兵已经掌握了M777榴弹炮 M142型自行火箭炮等武器的操作 正在学习如何使用猎豹式防空坦克 列斯尼科夫说乌军学得很快 未来他们将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武器 然而一名被俘乌军侦察兵 在接受俄媒采访时却表示 自己所在的营里 没有一个人会使用标枪反坦克导弹 北约书俄是最大直接威胁 俄方称北约的战略概念 已走入死胡同 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9号 在北约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 希望北约能够向乌提供更多现代化武器装备 他还希望各方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 坚持门户开放政策 尊重乌方的安全诉求 在共同的安全空间内 为乌克兰找到一席之地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表示 北约各成员国已同意 扩充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到30万人以上 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 此外 北约各成员国已正式同意 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北约领导人还批准了一份 指导这一军事组织 未来十年的新战略概念称 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布科夫当天向媒体表示 北约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安全威胁 但这并不是事实 是北约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斯鲁茨基也表示 北约的战略概念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此次北约峰会的决定 将会危及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安全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目标不会改变 而在战术层面可能有变化 普京表示 西方国家呼吁乌克兰继续战斗 证实了俄罗斯方面的猜想 即西方国家想保护的并不是乌克兰的利益 而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普京表示 如果北约在芬兰和瑞典部署军事力量 俄罗斯方面将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 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6月29号在北约峰会上就表示说 美国将要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俄方表示不会对此置之不理 有分析就认为说 美国想要借这样一个代理人战争 把北约打造成为控制欧洲的工具 美界代理人战争加紧控制欧洲盟友 6月29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西班牙马德里 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时说 美国将加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美国将在欧洲部署更多士兵战机和军舰 具体包括 1.向英国增派两个F-35战斗机中队 2.在波兰新建一处永久性陆军司令部 3.把美国驻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驱逐舰数量 由4艘增加至6艘 4.增强德国和意大利的防空等作战能力 5.在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增派驻军和武器 法新社报道称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指出 北约在欧洲增兵不只是为了应对 俄乌战事造成的不稳定 而是战略现实的长期变化 另据塔斯社原引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消息 美国正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防空导弹 NASAMS 以防御俄罗斯的袭击 报道称基辅长期以来 一直要求西方国家提供该款移动防空导弹系统 该系统可以击中距离160公里的目标 但其操作需要额外的培训 NASAMS是一种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由挪威康士博防务与航空航天公司 和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研制 该系统将挪威生产的发射与控制系统 与美国生产的AIM-120中远程空对空导弹相结合 可同时拦截超过70个目标 乌克兰24频道6月29号称 装甲运兵车是军事战争中非常关键的车辆之一 它有助于快速且安全地将士兵送往各地 此前由美国提供的M-113装甲车 已成功帮助乌军执行了各种任务 目前在美国M-113A1基础上进行改造的 荷兰步兵装甲车 YPR-765也已在乌克兰投入战斗 YPR-765步兵装甲车 车身长5.26米 宽2.82米 能承载13吨的重量 配有12毫米力士机枪和25毫米大炮等其他武器 报道称对乌克兰来说在接下来的对抗 尤其是在城市和农村房屋交错的地带交战中 这种双甲车将占据重要位置 俄警告不会对美扩大在欧洲军事存在置之不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 北约在东义增兵是向俄边境推进战略的延续 是不可接受的 拉夫罗夫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NASAMS 地空导弹系统的计划将适得其反 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越多冲突时间就越长 6月28号一些反战人士在马德里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北约峰会 最后有这种产来选择 以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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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 人家的 deste弹目 国家人一生打炼 最后会击打炼 未来以防俄条理 越来越远资金 和战胆機 军达尽艾 这种並组是选择 一切顺乱重力 在他们的战术 军人士选择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 胡里奥·李奥斯认为 北约不断制造假想敌 挑起军备竞赛 目的是为自身存续寻找理由 借此强行维护西方霸权 西方要维护排他性的霸权体系 北约是一个军事工具 毫无疑问 未来十年将是危险的十年 唯一应该要逃脱 因为唯一应该要逃脱 在某个时期 欧洲不是阻护 而唯一应该要逃脱 是准备 中国外交部表示 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 北约长期固守陈旧的安全观念 早已沦为个别国家维持霸权的工具 北约所谓新战略文件 不过是心平装旧旧 实质上没有改变制造假想敌 搞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 来看时隔将近五年的时间 美日韩三国元首是再次举行了三边会谈 而会谈时间持续了大约只有25分钟 这其中日韩紧绷的关系 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好转 韩美日三国领导人6月29号 借出席北约峰会之际举行三边会谈 就加强合作达成一致 会谈还围绕应对朝鲜 确认了外交的重要性 此次会晤持续了大约25分钟 拜登坐在中间 韩日领导人面对面坐在两侧 这是三国领导人自2017年9月后 再次举行会晤 韩日领导人虽未正式举行双边会晤 其短暂互动也引发颇多关注 据报道 首先发言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表示 韩美日三边合作 对达成共同目标非常重要 这包括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也包括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韩国总统尹熙月表示 面对不稳定性日益突出的国际局势 进一步深化韩美日三边合作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介绍称 日本将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 并称日美韩加强合作不可或缺 白宫方面发布的新闻稿 将此次会谈形容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朝中社6月29号刊文 批评北约沦为美国实现霸权战略的帮凶 搅乱东欧局时候 又要燃止亚太 把战火引到太平洋 文章说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访问日韩谈论加强军事合作后 日韩领导人又首次参加在 西班牙召开的北约峰会 加上美韩又在朝鲜半岛周边 大搞军事演习 由此可见 北约迟早会打破太平洋的寂静 文章认为 北约就是打着所谓 恢复民主和加强联盟的旗帜 在亚太地区 陶治 奥库斯等对抗联盟 形成跨太平洋包围圈 除了朝鲜问题 媒体普遍关注的还有日韩关系 有韩国媒体注意到 在当天的会谈中 韩国总统尹熙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几乎没有眼神交流 一方抬头发言 另一方总是低着头看自己的发言稿 据韩联社6月29号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方面披露 尹熙岳在当地时间28号举行的晚宴上 与岸田文雄进行了三四分钟的交谈 报道称岸田文雄主动发起了对话 他对尹熙岳说 知道你正在为日韩关系而努力 让我们为两国关系更加健全的发展而努力 然而日本产经新闻29号晚 引述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的话指出 不发布对方在会谈中的发言是规矩 并且韩方的消息与事实大相径庭 报道还称日本政府不打算 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日韩领导人会谈 尽管韩方期待韩日领导人的面对面会谈 但日本方面仍然持谨慎态度 近年来因为未安妇及强征劳工赔偿 争议岛屿归属 以及半导体出口管制等问题 日韩关系降止兵点 此前就有媒体指出 此次美日韩首脑会面 或许会成为日韩关系缓和的契机 尤其是韩国总统尹熙岳刚就任不久 然而从双方政府在会谈后的表态看 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那这一次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借北约峰会之机 变邀亚太盟友 来打造美日韩三边同盟体系 是美国的既定的重要的目标 但是即使美日韩三方领导人 坐在了同一个桌子上 是不是就意味着美日韩三方关系 真正能够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的支撑 成为美国对大国进行围堵 进而把北约引入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首先从三国进行谈论的议题当中可以看出的是 重要的共识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 但是说到韩日之间的关系 即使坐在了同一个桌上 双方领导人的互动是冷淡的 甚至场面是尴尬的 那么美国希望韩日共同支撑 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 日本愿意充当马前卒 但韩国目前不愿意 在大国之间处于更加艰难的地位 韩方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可以看出的是 美日韩这个三角目前还没有构筑起来 而韩国媒体对尹熙悦首次参加北约峰会 所受到的待遇也十分不满 认为他在晚宴上可谓是尴尬了一把 正在出席北约峰会的韩国总统尹熙悦 在晚宴上与美国总统拜登握手 但并未对视引发了争议 他和北约秘书长的会晤也被临时延期 尹熙悦等了三十分钟后尴尬离去 韩国国内批评这是外交失礼 韩国YTN电视台报道称 在西班牙国王主持的晚宴上 韩国总统尹熙悦和美国总统拜登 会面并没手 尹熙悦笑容灿烂 然而拜登的视线却望向了旁边 另一位领导人 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争议 韩国舆论认为这是对尹熙悦的不尊重 但也有人反驳这只是单纯的意外事件 韩梅称就在同一天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推迟与尹熙悦的会晤 被指外交失礼 据悉尹熙悦在现场等待了20至30分钟 然后转身离开 韩国总统府表示 这是因为当天北约秘书长与芬兰瑞典和土耳其之间 就相关议题进行激烈协商超出了预期时间 好 公众资讯再来看一组素栏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正面临房源短缺 房价高昂的租房危机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个普通房间的租金已经涨到每个月1500澳元 为了吸引房客 房东还提供了只能容纳一人居住的胶囊仓 但月租金也高达900澳元 约合人民币4151元 据研究者分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投资者和房屋中介也在减少 有不少租客希望更换大房子 因此导致当地房屋租赁价格暴涨 近日 野门一个博主哈希姆 发布了一项关于空中移动酒店的设计方案 该酒店将由20台核动力发动机功能 预计能搭载5000名乘客进行24小时飞行 除服务人员之外 酒店还将配有购物中心 健身房和游泳池等娱乐场所 对于哈希姆的设想有不少网友表示期待 也有网友表示用合法饮堆作为驱动会引发安全隐患 韩国春季大范围的干旱天气 此前已导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随着梅雨季的到来 蔬菜价格再度呈现飙升的态势 在首尔有农产品市场的商家表示 梅雨季节才刚开始 生菜等蔬菜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一捆2万韩元左右 暴涨到4万5千韩元 约合人民币234元 一些来市场的首尔市民表示 快要吃不起菜了 你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 以及新亚洲官方微博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